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千万别内耗 别消耗自己 挺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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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口饭吃就行 什么事都能扛过去 你60岁再遇到别人算计你 那你就彻底趴下 一蹶不振了 在你40多岁的时候 经历一些比较大的小磨磨难难 都没关系 下半辈子一定会精彩 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 就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千万别内耗 别消耗自己 挺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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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口饭吃就行 谁都有低谷 我痛失跳江南的时候 那已经低的不能再低了 那简直的不能回忆 但是那个时候吧 我就告诉自己 一定要扛着 其实你40多岁 遇到特别大的挑战的时候 那就是上帝对你的崇拜 我就跟王晓菲这么说 什么事都能扛过去 你60岁再遇到别人算计你 那你就彻底趴下 一蹶不振了 在你40多岁的时候 经历一些比较大的小磨磨难难 都没关系 下半辈子一定会精彩 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 就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内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